最新铜价终于涨起来了 不知道大家是继续看涨呢 还是感觉差不多要反转了呢 如果继续看好国际铜价 可能正在考虑投资铜的ETF或期货吧 或者铜开采或加工企业的股票 那面对这么多标的要怎样选择呢 所以做了这个影片呢 帮自己厘清思路同时呢 希望也能对看影片的朋友有所帮助吧 那影片呢有三个目的 一呢是看好铜价买ETF呢 还是买股票比较好 第二个呢是挑重点分析 铜价跟铜的需求 第三呢就是区间操作呢 有机会获得20%连回报的小分享 中国呢除了铜需求呢占全球五成 同时呢也是全球前三大铜的生产国 所以大大小小有超过3000家跟铜有关的企业 其中呢以铜为主业 有三间最大的上市公司 分别是江西铜业 云南铜业呢跟铜林有色 加上全球铜需求 近几年的成长动能也主要来自中国 所以呢也可以从这三间公司身上呢 来找到一些去预测铜需求跟铜价的线索 如果说把这三家公司股价呢跟国际同期货价格标准化之后进行比较 会发现呢过去五年大部分时间同期货价格的表现呢是优于股价的 也就是说如果五年前也就是在铜价比较低的地方呢开始投资 投资同的ETF呢或起货呢会获得比投资股票更好的回报率 但是呢也不难算出 如果实际把握的好 加上投资同ETF又很耐心的能够等待五年 最高是五年期间呢可以赚到45%的回报 那年化之后呢相当于每年的48%的报酬率 其实呢报酬率呢也不算是太高 不过也不难看出 虽然股票呢在五年长期投资的策略之下 没有ETF的回报率高 但是因为每年的股票的价格趋势呢 都有一到两次可以逢低买进逢高卖出的机会 那它的波动区间呢又比ETF要来得大 所以如果能够好好利用呢 年化报酬呢可以提高至少一倍以上 而且呢也可以减少资金一直被占用的时间 所以还是值得花时间去好好研究一下 先来看一下PE Ratio 也就是市盈率 那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的PE呢大概是在33 云南同业的PE呢甚至高达50 而且过去三年还有更高的时候 那公司真的能够在未来这么赚钱吗 那为什么PE这么高呢 这三间公司呢在过去10年 growth rate的起伏都还挺大的 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成长性呢是在下滑的 不过呢2017年以来的过去三年 虽然说中国GDP是继续下行 但这三间公司的年增率呢 却似乎又有了一些起色 以目前的趋势来看好像隐约能看见未来一年呢 可以有15到20%的年成长的空间 如果说这个趋势能够继续的话 确实是还挺不错的 所以接下来来看看这些公司都做了什么 让成长性又恢复了呢 那这种趋势能够持续下去吗 先来看看同需求跟全球GDP的关系 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可以追溯回1977年 从1977年开始呢 基本上当GDP的成长性呢 低于2.5%的时候 通常呢都会搭配同需求的明显下滑 反过来呢 只要GDP的成长率呢 是高于2.5% 同需求增长率呢 就不至于掉到0%以下 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2015年呢 中国最大的同企业呢 营收开始趋于稳定 并且呢在2017年逐渐增加 虽然今年因COVID-19的关系呢 GDP在年初的时候直接潜水 但是呢在新冠疫情发生前 其实全球GDP在比较长的时间里 都是维持在2.5%以上的 所以呢如果不盲目乐观来看 随着疫苗出现呢 疫情能够逐渐得以控制 加上呢各国政府估计呢 到2023年都会想办法刺激经济 无论是用货币政策啦 还是增加财政支出 所以可以预期的是 未来三年的成长性呢 至少可以回到2.5%以上 那因为今年的基期呢 又比较低一点 所以明年的这个年增率呢 可能有比较大的机会 会落在4到6% 那根据过去呢 跟GDP的关系呢 同需求成长呢 预估在2021年 大概最低呢 会有4%的成长 然后到2022年呢 大概最少会有2% 2023年呢 至少会有1%的成长率 好了 有了这个保护网 现在可以加一点 合理乐观的想象空间 毕竟呢 无法提供任何想象空间的股票呢 也很难有更多回报 接下来呢 再把同需求 进一步拆解来看 目前呢 中国对同最大需求 来自于基础建设 大概是占 全部同需求量的46% 那因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呢 又跟GDP的关系很紧密 那加上占比也一直很高 所以呢 先以同整体需求成长值呢 去估算 也就是2021年4到5% 2022年呢 2到3% 2023年呢 1到2% 其中呢 5G跟特高压电的设施建设呢 因为政府有给出 未来的投资指引 所以预估原本 占不到1%的需求 5年后呢 会增加至1.2% 直接回推年增率呢 在3到4% 但是说到 未来最大的成长动能 那一定是电动车 目前呢 全球电动车的需求预期呢 是至2030年 预估以每年22%成长 其中中国市场呢 大概是成长25%每年 那所以中国目前计划 到2025年 会提高新能源 新车销售量的占比 到25% 当然同时间 非电动车的需求会下降 不过因为电动车需要使用的铜呢 是目前汽油柴油车的4倍 所以铜的需求 仍然会有充分的上升空间 简单计算一下 假设电动车占比在中国呢 是4个% 乘以25%的成长率每年 然后加上呢 96%的是非电动车 乘以呢 之后每年0%的成长率 然后加总之后再乘以4倍的铜使用 大概呢 可以得到每年4%左右的 铜需求的成长 那之后每年再以复利计算 这样算出来 大概2012到2024年呢 分别是5 6跟8%的年增率 然后2015年以后呢 大概是10到20% 至于其他需求的年增率呢 可以参考图表中的预估值 这里就直接整理市场的看法 主要是因为呢 这些其他需求 它都算是传统需求啦 预估数会相对谨慎 而且成熟 不同的预估值 间的差异也不是太大 所以有比较好的参考价值 然后又是目前市场 比较主流的看法 根据以上分析呢 可以得到三种的预测结果 那第一种呢 就是最先根据呢 全球GDP跟铜需求关系 得到的比较保守的预期值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去拆解需求类型 然后呢 分别以市场多数看法呢 去预估各个行业的 这个需求的成长性 那因为5G网络呢 跟这个超高压电网呢 是中国政府未来投资重点 也已公布了投资指引 所以我就直接根据 政府提供的投资计划去预估 同时呢 电动车也是一样 因为中国政府 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划 那如果一切顺利呢 这边先放一个比较保守的值 那第三种状况呢 就是以上的顺利的状况 不打折 也就是说 如果一切都非常顺利 然后呢 也比较乐观的去估值 对铜需求成长 有了基本的预期 那反映到企业身上 又会是怎样呢 如果是百分之百反应 未来营收其实也只会有 两到三percent的成长 但是还记得吗 预期growth rate呢 要到十到十五percent呢 才能够符合这三间同公司 他们的PE水准 那在什么情况下 同企业营收成长 可以超过铜需求的成长呢 就是未来新增的需求 只会集中在某几家企业 在中国呢 铜加工呢 算是资本密集型 大小铜企业呢 有几千家 但是三大铜的年产量 相当于全国产量的二十percent 其中呢 江西铜业呢 占十三percent 那因为野链铜的门槛比较低 所以企业整体产能呢 是过剩的 所以呢 就算铜的需求增加呢 或者是涨价 整体行业呢 其实也是很难获得 较高的利润的 不过呢 因为金链铜的集中度 相对较高一点 加上中国政府呢 现在正在清理效能差的企业 假设未来铜需求 新增产能呢 仅会反映在 占六成产能最大的 六间企业身上 那换算产量的成长预估呢 大概会是在五到六percent 然后呢 再把铜价涨价的预期呢 加进来 那在算出来的这个 企业的营收上呢 就会有比较高的年增率 那目前呢 铜价成长的预期的预估值呢 大概在每年五到十二percent 所以简单计算一下 营收成长呢 等于产量成长预估 五到六percent 然后每年呢 再以铜价的年增率预估值成长 算下来 2021年的年增 大概是七到七点五percent 2022年呢 是六点八到七percent 二零二三年呢 之后四到五percent 当然利润率如果有上升的空间 也会让现在的高批 看起来比较合理 但是呢 利润率如今呢 并没有上升的空间 根本原因呢 是经济未来 较难有高速成长 高速成长呢 需要政府非常积极的动用货币政策 然后财政政策 或者同时使用 才有可能会发生 但目前中国政府呢 并没有这个打算 加上铜加工业整体产能呢 又是过剩的 加工技术呢 目前也没有听说 会有明显的升级 所以铜企业呢 还有他们的下游公司 也就是这些铜企业的最终客户 他们在未来呢 都可能只能够尽可能 维持目前的利润率而已 所以综合以上呢 得到合理的价格呢 大概是图表上的区间 在铜需求预期 没有大的转变时呢 在区间操作 有机会呢 可以增加报酬率 同时呢 降低一些价格过着时 仍然持有股票的风险 影片先到这边啦 下次再来看 其他的投资标的吧